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也通清楚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6月13號 104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麼今天影片就要來講一下 FOMC會議還有像蘋果相關的概念股 因為我們知道像今天看到不少的 蘋果概念股 然後股價都出現大漲 所以說今天就在這部分 跟大家講一下 哪一些股票 然後是爛了很多年 然後終於開始好轉了 好影片開始前 好喜歡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大盤是 又是一個大漲的情況 漲到263點 非常的強 那這個盤呢 說實在話啦 這個盤到底要漲哪邊去 真的是沒有人知道 因為你看其實在這一波的指數以來 它就是不斷的 就是沿著5日均線往上 那像今天呢 又是一個帶量創新高的狀況 那所以說就像是 之前跟大家提到的說 如果指數還能夠去守在 五周均線上面的話 那對於這個行情就不會去 預設太多立場 因為有時候你在預設立場的時候 比如說你認為說 這個地方是高點 那就說 怎麼過幾天又更高這樣子 所以說在這個行情之下的話 那就是不會去預設太多立場啦 反正就等到有一天指數有明顯轉落之後 那再來調整自己的部位 那也會說 你現在這樣漲漲漲漲漲 到底是漲真的漲假的 其實說實在話 我個人認為說現在這個行情 我個人認為是漲真的啦 因為為什麼 其實可以像在之前跟大家稍微提到過說 在現在我們去看到 可能在9月份 或是在接下來11月份 可能就會開始出現降起的情況 那這個東西呢在昨天公佈了CPI的數據之後 那其實FOMC會議上面 聯準會主席他也有講到這一部份 那我們現在跟大家稍微來講一下 這首先呢這個是昨天 FOMC會議之後 那元大他們去給的一個資料 那其實可以去講到就是說 他提到說現在的利率水準 已經準備了限制性 那這個限制性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的利率已經去足夠去限制通膨 不要再往上 也就是說呢在這一句話 他們表示說 短期內啦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升息的可能性 那所以說像之前很多人會說 那個要升息要升息要升息 對如果真的升息的話 那對於股市會不會是傷害 一定會 但以現在的利率情況來說的話 已經具備了限制性 所以他們沒有把升息的 這個想法把它加進去 那另外呢在於5月份的CPI的降幅 是超過市場預期 那所以這個東西也會去給予 FED他們未來去降息的一個信心 那所以說在這次上面 他有提到說通膨降溫是有進展 他們那個用語改變 用時用語開始改變 那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看的話 大概的想法就第一個 就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在看整個的未來情況 反正他不要去重新升息 基本上來說都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 那至於說有人會說 那9月份降息還是11月份降息 不知道 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降息的時間點 真的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就是你不管是9月份降息 或是11月份降息都無所謂 反正市場的想法就是 只要你會降息就好 所以說請看喔 現在我們把撇除升息這個條件拿掉了 那未來市場想說 你早晚有一天一定要降息嘛 所以到底是9月份降 還是11月份降 其實說實話真的是沒什麼關係 所以說在底下這一張 像在報告裡面 他有提到說底下這個點證圖 大家會認為說今年可能是降一碼 降兩碼的人數是差不多的 看那個點 這個點就代表人的意思 降一碼降兩碼人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說就表示說 其實市場上就認為說今年 反正就是一定會降息 那至於說會不會降息 當然這不知道 只是說以目前的情況來講的話 那就是認為說降息是會發生的 那另外呢 那為什麼說這個盤的狀況是很好 就原因在於說 這三個字 軟著陸 就你看喔 像現在 在這份報告裡面 他其實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真的只有降息一碼 對股市是利多 為什麼是利多 因為其實在 像大家都會講到說 我們那個過去經驗啊 降息之後 然後股市又開始跌 這跌了一大段之後 然後才開始往上漲 所以我們知道說降息就是把資金 去灑到這個市場上 但是在過去的情況是 你降息的那個時間點 他股市是下跌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反映的是說 經濟的情況 可能不像是之前這麼強勁 那如果說按照這個邏輯來看的話 假設 假設他只有降息一碼 一個預防性的降息 降一碼之後 那他就沒有再繼續降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現在的經濟 還是 非常有韌性的 工作 生活忙碌 沒時間 卻又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的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跟重點 訂閱阿信的QuestPay文章 每天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該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外地迷到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週五還有英文時事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的報告 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索取喔 還跟著什麼趕快加入Diet 找助理拿福利吧 也就是說經濟情況是真的還是算蠻好的 那就表示說 那就是大家很常聽到 所謂的金髮女孩的經濟 那這個東西就是對於市場來講 就是在現在的想法來說其實 第一個怕升息 但升息這個我個人覺得應該是不會發生 那再來第二個怕降息降太快 但如果以目前的經濟情況來講的話 它也沒有要出現一個大幅降息的可能性 所以說在現在的 為什麼指數能夠這樣一路往上漲 原因就在這邊 那在這個一路往上漲 並不代表說它會持續漲 它不會跌沒有這回事情 只是說就是從我們的想法來講的話 就是說如果假設真的有出現修正的話 那只要經濟數字 但是它沒有出現什麼太明顯惡化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就還是會在這個市場上來找機會 所以針對大盤的情況 反正在目前的經濟都還是維持在一個 相對有韌性的情況 那指數它也沒有要有明顯轉弱的狀況的話 那就是持續在這個市場上 來去找一些操作機會 好那講完了大方向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去講到就是今天的個股 像比如說像今天有些平蓋股 今天最近很強 像3377的精彩 精彩今天又漲停板 好那像精彩這間公司其實在 在什麼時候 看一下在6月4號這個時候 就那個時候我們有寫一篇文章是關於是 那時候寫到說這個產業即將走出谷底 那時候就有提到兩間公司 一間叫精彩叫同心電 那其實在這篇文章呢 主要來提到就是說 在車用這一塊 車用這一塊 因為我們知道嘛 車的這一部分在之前是蠻鳥的 真是蠻鳥的 那所以說在像精彩跟同心電 它主要就是在車用的CIS的部分 那車的情況如果開始好轉的話 那對於像精彩 或像同心電來講 那是一個相對好的情況 那所以像精彩他在 在四月他的報告裡面提到 像凱吉他有一個報告說 四月份就是全年的營運股底 好那所以像這種情況就表示說 那就表示說公司的狀況 就四月份已經過了嘛 這表示在接下來幾個月可以開始好轉 就是最爛的情況可能就現在了 那過了之後就開始好轉 那所以說其實在看到像這種 金髮女孩的經濟的時候 其實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就知道說 為什麼大家資金都往AI去走 為什麼 因為沒有其他人會漲 沒有其他人是好的啊 就像之前台積電跟你講的 就是除了AI之外 其他什麼 BI 不是啊其他都沒有特別的好轉 所以說 大家才會一直把資金 去往AI裡面去漲 去漲 但是在AI漲多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說有其他的東西 其他的產業 開始好轉的話 那資金會不會去往其他產業來走 我覺得是會的 所以說像在昨天的文章裡面 我幫大家整理的這一篇就是 蘋果的供應鏈占比這一塊 這個東西我就覺得就是 可以去蠻值得去看 像在裡面 有些提到一些公司 那今天股價也是算蠻強的 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看的話 我覺得說 不要去只看那種 就是已經漲上去的AI股 就不是說那些股票不好 就不是說他沒有營收 沒有都不是 就那些股票都還是很好 然後營收數也都還是很漂亮 未來的營收數也都還是很漂亮 那只是說資金就是會一直去流轉 他比如說這個 比如說好假設 假設好 雙紅漲多了 雙紅漲多了 那我會怎麼樣 我會去看一下 那低位接的有沒有還沒有起漲 然後產業開始好轉了 那所以說像是在精彩的部分 因為像他在 就在昨天文章有提到說 他的蘋果的營收占比很高 就蘋果營收占比非常的高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股價 在最近他除了像車用的題材之外 那他還有一個蘋果的 情況開始好轉 那也是為什麼可以推升這樣股價 這樣一路上漲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來看的話就是 除了去看科技股之外 其實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在接下來可能幾個月的時候 過幾個月之後 大家有看到原物料 可能開始好轉 或是像是一些 零售的相關的 也會開始好轉 為什麼 因為 市場上他會領先反應 他不會等到說 哎呀我要降息之後 然後我才來去買這一關 不會 市場上會領先反應 像在之前就有一間公司叫GAP GAP這間公司 大家應該 應該是知道 就那個做衣服那一間公司 那其實在GAP大概在之前的財報 他就有去提到就是說 在接下來 會有所謂的庫存回補的情況 那庫存一定回到歷史低點 那接下來會有庫存回補的情況 其實公司他就提到說 在接下來 就是狀況會開始好轉 那為什麼狀況開始好轉 其實你可以想原因嘛 就是如果說假設你的錢 都是要去付信貸 付房貸 付車貸 那你的利息這麼多 你要付的利息變多 那你有什麼錢可以去買 其他的 東西 其他商品 沒有喔 買衣服 我要跟你想 我這個要付好多房貸喔 我先不要買衣服好了 會不會這樣想 一定會 一定會這樣想 那如果說在GAP開始降息之後 大家付的利息變少了 會不會開始去刺激到 其他的一些零售消費 我覺得是會 所以說大家會 我覺得說現在除了看AI之外 我也會去看一下說 哪一些產業是可以慢慢好轉 因為只要開始 有 應該說現在降息大概是板上丁丁的事情 就是開始降息之後 那大家就會開始思考說 接下來大家可以使用的錢變多了 那就會去增加其他商品的消費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在這個行情 我會覺得說 還是有蠻多公司 那可以去看的 那另外像今天還有一個族群 蠻有趣的 就是3105的穩茂 穩茂這個族群 那穩茂這個族群 其實就是今天 就是我們要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是說 像穩茂 全新 洪捷科 哇 這幾間公司已經 爛很久了 爛到大家都不看了 那 為什麼他們今天會冒出頭來 其實主要在這個新聞 像這個新聞就是 高通延長 供貨蘋果 那手機的PA族群會受惠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跟大家來講一下 假如說像高通 高通 它是供應給蘋果的 射屏晶片這部分 好 那在這一塊來講的話 因為高通他自己 他沒有 化合物半導體 他自己沒有 那所以他幹嘛 他要委外代工 那委外代工要給誰 就是 3105的穩茂 那因為我們知道嘛 像是在 生化家代工這塊就是穩茂 跟 洪捷科 那像洪捷科呢 他主要是偏 中系手機這部分 那穩茂呢 他主要是否 蘋果這一塊 也就是說呢 好 假設像高通 有種假設 叫高通 他 持續出貨給蘋果 那 蘋果的手機賣得好 對於高通來說是不是好事 是啊 因為他可以持續出貨啊 那可是高通 因為他沒有所謂的 化合物半導體的產能 所以他必須要委外代工 給誰 給 穩茂 那給穩茂的情況之下 他的上游是誰 245的全新 這也是為什麼說 你看到像今天 全新股價 漲停板 然後 穩茂 今天股價也是漲停板 那為什麼洪捷科 好像就沒有漲停板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像我們去看這個新聞就是說 蘋果 他就是持續公貨 跟高通持續拿貨 那高通要委外代工 給穩茂 那所以就像假設說接下來 蘋果手機的銷量 真的開得起來的話 那會不會變成說這些產業 他們是開始可以慢慢好轉 因為你去看一下穩茂 穩茂限度真的是 你就 就用一個慘來形容 你知道嗎 就用一個慘來形容 就 我們知道嘛 在當時 2020 2021的時候 那時候 蘋果手機 銷量還不錯 後來到了2022年 那時候 消費性產幣 開始降溫 那 穩茂的股價 就一路的 從2022年這樣跌 2022年這樣跌下來 跌到什麼時候 跌到2024 你看整個2023 都沒漲 跌到2024 那現在好不容易看起來是有一點點轉機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假設蘋果手機的未來的銷量 真的開始刺激換基礎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 在一些蘋果相關的供應鏈 之前很爛的 說不定接下來 開始會被市場去注意到 那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跟 剛剛在跟大家講說 這一篇文章 麻煩請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 蘋果供應鏈占比 這一篇 就是昨天寫的這一篇 蘋果供應鏈占比 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說在 過去幾年 蘋果手機真的是賣的 真的是不怎麼樣 那今年上半年 也是賣的不怎麼樣 但是如果說在接下來 它開始導入AI之後 蘋果的粉絲的信仰 開始回來的話 那這個東西 我會覺得就可以 刺激到一些 蘋果的手機的銷售量 那不過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說我們在看這個族群 這個題材的時候 就是 蘋果對 它的確是有AI手機 但我們不要把它跟 AI伺服器放在一起看 為什麼 因為 AI伺服器 它是一個叢林道友 所以它會有所謂的評價的調整 就是我們所謂的本益比的調整 但像蘋果的供應鏈來講 它還是一樣 只有出貨手機的零組件 所以它比較會偏向是 只有營收的上升 而不是所謂的評價調整 所以說AI伺服器 它能 股價能夠漲這麼多 是因為它有同時具備的本益比 跟營收的 獲利的調整 那可是在蘋果供應鏈之外 目前我會覺得說 比較偏向就是 獲利調整 本益比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好轉 所以在這一塊的話 還是要記得 不要把它覺得說 它 蘋果打入AI 跨入AI手機 然後它就能夠講 朋友這回事 就還是要 以供應鏈的角度來看 是蘋果它自己 很厲害 但供應鏈的角度 就是還是看一下說 接下來 拿一些是比較有機會複數的 看一下說營收佔比這一塊 就是我們在 昨天文章我提到的 營收佔比這一塊 是可以看一下 哪些是佔比比較高的 然後是資源浪很久 然後接下來有機會複數的產業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隨便